在大众的眼里,经常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与死人打交道的工作人员,但实际上,正是他们的工作,才使得死亡这件事变得不再那么可怕。 毕竟,每个人都会面对亲人的离去,如果在这个过程里,有人能对王者进行专业的服务,那对于活着的人来说,也是一种安慰,因此,这些看似,晦气的工作者,其实是我们最应该尊重的人,然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一位火化师,竟然被试者的家属给打了。 这是怎么回事,41岁的赖月天,躺在病床上不时发出,别打我了,的梦话,守在病床边的亲属们赶紧清,轻拍打她的后背巧声安慰,从送到医院,就一直这个样子,她真是被打怕了。 赖月天的同事,说,赖月天苏醒过来,向记者讲述了当天发生的事,赖月天是新北市市殡仪馆的火化师, 5月3日,就在赖月天在火化尸体的时候,一个女的上来就问,里面是老太太在火化吗?赖月天说是,对方忽然上来十几个人,围住赖月天拳打脚踢,当时我捂住脸被打倒了,后来也不知道谁把我拽起来的。 赖月天站起来的时候看到,几个同事在室里正在往外劝丧户,然而就在赖月天在同事的搀扶下,准备去办公室的时候,走廊里十几个人又围过来喊打,几个同事赶紧拉架,赖月天被两个同事扶着从后门逃走,在家人陪护下去,医院就医。 赖月天在医院哭着说,我是真搞不明白,他们为什么上来就打我,盯着我打,火化不也,是他们同意的吗?在外面看了一下火化过程就要打我,火化的这个最大秘密,我今天非要说,出来,一,人是怎么火化的,一,火化前的准备,当一个人离世后,他的家人首先会寻找专业的殡葬车, 将侍者送往安息之地,紧接着,家人会细心地为侍者擦拭遗体,穿上象征尊严与安详的兽衣,这一环节被称为,小恋,如果侍者已无在世的长辈,他的遗体将被恭敬地安放在堂屋正中,以示尊重,若不然,则会安置在偏方, 但同样带着深深的哀思与敬意,随后,家人会向至亲好友报丧,传达这一不幸的消息,并邀请他们前来瞻仰侍者的仪容,进行,探丧, 仪式,同时,还会请来,阴阳先生,对侍者进行验试,检查是否存在丧葬上的忌讳,此外,家人还需前往相关机构,办理侍者的死亡手续,确保一切事宜合规合法, 停灵的天数通常为单数,天数根据逝者家庭的具体情况而定,常见的有三天,五天,七天,这段时间内,家人和亲友会围绕逝者进行各种缅怀仪式, 二,火化前的准备工作,在火化前,专业的工作人员会再次为逝者整理仪容仪表, 确保他们以最好的状态离开这个世界,同时,灵堂也会被精心布置,营造出一种肃穆而庄严的氛围,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,主持人会组织逝者的遗述,与他们进行最后的告别, 这一仪式虽然简短,却充满了无尽的哀伤与不舍, 三,开始火化,在告别仪式结束后,逝者将被送往火化间,进行最后的火化, 在此之前,工作人员会进行最后一次检查, 确保逝者身上没有任何可能影响火化进程的金属物品或陪葬品, 如果逝者体内有心脏起搏器,硅胶等内部灵件, 这些也都会被小心地移除,以确保火化过程的安全与顺利, 当一切准备就绪,逝者的遗体将被缓缓推入火化炉中, 随着炉火的熊熊燃烧,逝者的身体逐渐化为灰烬, 大约八十分钟后,火化过程基本结束,骨灰开始冷却, 这是逝者与这个世界的最后告别, 也是家人和亲友对他们深深的怀念与哀思。 二,火化时为何发出尖叫声? 关于火化炉中的诡异传言, 你是否也听闻过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? 传言中,那仿佛是人临死前的惨叫,或是灵魂未散的哀鸣, 但在这背后,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科学原理? 首先,我们要了解一个事实, 人在心脏骤停后,听觉并不会立刻消失, 事实上,在人去世半小时后, 听觉系统才会逐渐丧失功能, 这意味着,当生命之火熄灭时, 虽然呼吸已止, 但是者仍能听到周围人的声音, 只是无法回应, 这种无法动弹, 无法言语的状态, 会持续大约二十分钟, 直到听觉成为最后一个消失的感觉, 因此, 有时我们会看到去世的老人眼角躺下泪水, 那正是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 听到亲人哭泣的回应, 基于这样的科学事实, 人们普遍认为在死后的前三天, 灵魂仍在体内徘徊, 这期间,若贸然火化, 可能会让灵魂受困于体内, 遭受火焰的灼烧之苦, 而三天后, 灵魂得以解脱, 此时火化, 则能让事者安心离去, 那么, 火化时为何会发出尖叫声呢? 这其实是几个科学原理共同作用的结果, 一, 肺部气体的释放, 在火化过程中, 试者肺部残留的气体受到高温的挤压, 会随着空气一同排出, 这一过程中, 气体经过声带, 就会产生类似叹息的声音, 所以, 在火化炉中, 听到这样的声音, 并不意味着试者有所悔意, 只是自然现象罢了, 二, 水分沸腾, 人体含水量极高, 而因溺水等原因死亡的适者体内, 水分更为丰富, 这些水分在高温下会迅速沸腾, 产生气化现象, 并伴随着尖锐的鸣叫声, 三, 肌肉的净卵, 其实声音还不够恐怖, 在火化期间, 甚至有些尸体还会发生抖动, 如果你有幸看到这一幕, 也不要过于惊慌, 这也是尸体的正常现象, 如果死亡时间比较短, 尸体就很容易发生这种现象, 因为你的肌肉和神经, 还残存着一些活性, 遇到高温, 就会出现静卵的情况, 导致你的身体开始发生扭动, 三, 肉身消亡后, 灵魂去了哪里? 面对生命的终结, 我们不禁要问, 人死后, 真的有灵魂吗? 这些灵魂又将去往何方? 佛教为我们揭示了一种深邃的哲学观点, 万物皆有灵性, 灵魂不灭, 只是在无尽的轮回中流转, 当人离世后, 其灵魂被黑白无常引导至地府, 接受最终的审判, 再决定其转世的命运, 这个过程, 按照佛教的说法, 通常需要四十九天, 若在这四十九天内未能成功投胎, 灵魂便会成为游魂野鬼, 在世间徘徊, 在这关键的四十九天里, 有两个七天尤为关键, 头七, 是灵魂刚刚进入中阴状态, 尚未完全成为鬼魂的时刻, 此时, 灵魂尚未意识到自己已离世, 需要尽快明白这一点, 并准备投胎, 因此, 人们会在头七之日举行法事, 以提醒并帮助中阴的灵魂, 使其能够迅速适应新的状态, 并抓紧时间投胎, 而最后的七天, 则是决定中阴能否成功投胎的关键时期, 人们同样会在这七天里举行法事, 帮助中阴的灵魂顺利渡过这个难关, 进入新的生命旅程, 法事, 是请通晓阴阳的人为亡魂超度, 如同阴间的律师, 为亡魂辩护, 希望其在阴间能得到公正的待遇, 同时, 也是为了打点途中的游魂野鬼, 确保新道的亡魂能够顺利进入审判程序, 早日投胎转世,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, 火葬确实会烧毁尸体, 但骨灰中的成分仍会在生态圈中循环, 而那些被释放的二氧化碳, 水, 养核弹也会重新回到我们的世界, 佛教认为, 死亡只是此期生命形式的消失, 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, 但并未离开轮回不息的六道, 在生死轮回之间, 我们的业力将伴随并影响着我们, 现世是前世的结果, 后世是前世的延续, 一世转一世, 没有穷尽, 一个人的命运, 取决于他今世的修行和积德, 正如心地观经所言, 友情轮回六道生, 犹如车轮无始终, 死亡, 是上天赐予我们最公平的礼物, 无论这一生, 我们经历了什么, 最终的结局都是相同的, 因此, 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和执念, 我们应当学会放下, 珍惜眼前人, 活好每一天, 在中国古代, 儒家文化深入人心, 对身体的完整性, 给予了极高的重视, 这成为了一种深入人心的共识, 《孝经》中明确指出, 身体发肤, 受之父母, 不敢毁伤, 笑之时也, 因此, 古代中国人对遗体解剖, 持有强烈的反对态度, 认为这是一种不孝, 不仁, 不义的行为, 甚至被视为触犯了戳失之罪的严重不道德行为, 将受到法律的制裁, 誓死如生, 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, 古人将生与死, 视为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, 对侍者的遗体, 充满了敬畏与尊重, 他们普遍实行厚葬, 将侍者视为在世之人一般供奉, 以表达对其的崇敬与怀念, 然而, 在佛教的教义中, 对于死亡和遗体的看法却截然不同, 佛教认为, 生命的本质在于, 瘦、 暖、 湿、 三者的聚合, 而一个人的去世则意味着这三者已经离散, 其中, 瘦, 指的是命根, 暖, 是夜生火界, 石, 则是心石, 当一个人去世时, 他的心石已经灭去, 命根断绝, 身体在物质层面已经失去了生命的特征, 因此, 在佛教看来, 遗体只是一堆无生命的物质, 就像木材, 石头一样, 没有任何价值, 你可以对它进行宰割, 焚烧, 掩埋等任何处理, 它都不会感到痛苦,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, 其教徒在去世后, 一般采用四种安葬法, 火葬, 水葬, 土葬和天葬, 其中, 火葬被认为是佛教中的正葬方式, 因为它象征着舍弃身体, 追求精神解脱的理念, 在佛教中, 火化被称为土皮, 是僧人们圆祭后通常采用的处理方式, 通过火化, 佛教徒们将自身的物质形态彻底舍弃, 从而更加专注于追求精神的超脱与自由, 在西藏地区, 天葬是最普遍实行的安葬方式, 藏民认为这是一种最神圣, 最至高无上的方式, 在天葬过程中, 天葬师将侍者的遗体分解并放在天葬台上, 然后拌上苏油, 撒上黏巴等物品, 此时, 大量的秃鹫会在空中盘旋, 待天葬师叫唤一声后, 他们会冲下来享用这顿特殊的圣宴, 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佛教对肉身的舍弃精神, 更展现了对生命轮回的领悟与尊重, 通过天葬的方式, 佛教徒们将自己的血肉不失于世间, 展示了最为极致的慈悲与奉献精神, 除了天葬外, 藏民还有火葬和水葬等方式, 在进行这些安葬方式前, 他们通常会将遗体进行解剖, 火葬后, 骨灰会被撒在雪山之上, 水葬则是将解剖后的遗体投放到金沙江或蓝沧江等河流中, 这些安葬方式不仅体现了藏民对侍者的尊重与怀念之情, 也展示了他们对信仰的虔诚与坚守, 在佛教经典英作慈爱经中, 是尊为修行者开示了关于有时和无时的十一种不敬业处及修行方法, 这些修行方法旨在帮助修行者观照并舍弃对身体的执着与贪恋, 其中, 无意识的不敬修行方法主要涉及到遗体腐烂的十种不同象状, 通过观照这些象状, 修行者能够深刻理解到遗体的无价值与无意义性, 从而更加专注于追求精神的超越与解脱, 人类自古以来就懂得尊重逝者的重要性, 不同的民族, 人群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安葬方式和习俗, 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化, 尊重逝者的情感是永恒不变的,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 后人对先辈的尊敬与崇尚之情, 成为了文化延续的有力见证, 为了保护遗体, 使逝者安息, 我们应该遵守道德准则和法律规定, 避免对遗体进行任何形式的破坏与侮辱, 同时, 我们也应该学习佛教的教义精神, 以更加豁达和超脱的心态 面对生命的终结与轮回。